215 文匯報 沒因走光事件感不快 麥明思願新財租忽略 2015年7月26日娛樂世界 B06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吳文昭、鄭俊宏、 許廷鏗與胡雄君昨日與12位候選港者拍攝香港小姐主題曲 《日前泳裝環節意外走光的1號》麥明思 上載一張張介麗身體都打格的大合照 他解釋因走光事件令大家都忽略了介麗門的身材 看不見其他東西 麥明思昨日表示沒有為走光一視而不快 視覺不幸或驚訝 他說 對自己及其他介麗都不公平 因為 大家 將焦點放在哪裏 至於他想再一張張介麗門身材打格的合照 麥明思說 就是因為這件事 令大家都忽略了介麗門的身材 看不到其他東西 麥明思坦然無法事與生俱來 承認自己疏忽沒有處理好 經教訓後會更小心及檢查清楚 也是一次難得的好經驗 四號 龐卓恩表示有安慰過麥明思 他稱工作人員事前都有幫各界來多次檢查 也想不到有這種意外發生 他說 知道對方有不開心及無奈 希望大家不要將此事變成焦點 因為作為女生都會尷尬 許廷鏗欣欣賞朱嘉莉有份 主唱講者主題曲的許廷鏗笑言 他拍MV是擔心忘記舞步 影響到其他佳麗 問他與佳麗門相處後有沒有看好誰能奪貫 他說 十二號朱嘉莉瘦了好多值得加許 因為我都試過來人 知道減肥並不容易 我都有問他是如何減肥 胡鴻君就稱看好大約一號和四號 問他有沒看過麥明思走光新聞 他說 我沒留意 但相信每個人都總會有些哈佬 有指麥明思為兔不快 索性將佳麗合照的身材打格 許廷鏗就大讚對方指周能力強 許廷鏗就大讚對方指周能力強